礼拜最热门的话题 第九十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 到底谁可以拿下小金人 独三热门节目奖量化 就特别找来了名导演 尹齐 来帮观众解答 第九十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即将开始 究竟哪一部影片 最有可能获得本届最佳影片奖 还有观众视角与导演视角差别在哪里 奖量化就在你身边单元 特别请到著名导演 尹齐带观众分析 提名十四项的这个 水泡泡的 水底情深 这个电影其实我看的时候 第一次看的时候在戏园里面睡着了 真的不盖你 我睡着了 大概有70%的时间我在那边打瞌睡 然后跟我一起看了 包括我女儿还有女婿 看完之后他们都在摇头 说这个电影实在很闷 然后一点都不出色 来去玩丹园 安利邮轮假期 多闹来因 圣诞邮轮15天之旅 这次则要介绍四方景点 要走访世界最古老的图书馆 我去的他那个导游才告诉 这是一样最古老的景点 图书馆 然后我们就看到很多中世纪的手卷 写那个字 对 为什么说他的图书馆这么的有名呢 因为他有收藏了9万多件中世纪的 而且是手稿 手稿 对 对 这就非常的厉害了 而且他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商法先锋单元 专业律师王松峰 这一集要分析网络经商个案 并且帮观众解答虚拟销售时如何维权 他必须要起诉民事跟刑事的员工 因为这个员工他做的已经是刑事法了 他偷窃公司的资产品 他就是说公司这个产品不是他的 他偷窃了 奖量化精彩单元 本周六晚间8点新闻台首播 周日同一时间超市34.5频道播出 敬请观众锁定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